让我们期待第三轮的精彩表现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两位明星领队 带领着第三轮主持人选手 闪亮登场 恭喜有情人终成眷属 怎么都不是自己带来的前两任呢 时代在变化 另一半也在变 来介绍一下变化的这一半 他是谁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的主持人周宇 周宇给人的印象 一直是挺不挺像 一直是那么甜美 一笑两个大酒窝 接下来来听一听王队长 介绍一下这位传奇人物 曹颖老师当然是我国 著名节目主持人 著名歌唱家 著名表演艺术家 他今天主要是来领奖的 可以鼓掌了 我怎么感觉听你的介绍 盈姐来这儿是领终生成就一项 在这一轮非常的精彩 究竟谁能在这一轮比赛当中 获得骄人的成绩呢 来 灯光选择 马上开始 三 二 一 停 好 我们看到灯光这一次 选择助手在王小蕾战队 所以这一轮首先出场的将会是 曹颖 曹颖 金马 看你的 曹颖 金马 看你的 一轮比赛 金马 看你的 都在这一轮比赛当中 来 赤马 看你的 像做好花儿炊 有情迷 满根结 伤人结 双双对对 恨人爱爱 双双对对 恨人爱爱 童林老师在综艺节目上 可谓是经历了很多的 综艺节目改革的很多的过程 对 所以当时曾经跟编导聊天的时候 问过说你比较难忘的主持经历是什么 我说太多了 而且光在中央电台的舞台上 就有很多我的第一次 那你要说我最难忘的 我就想起了春节晚会 在我们直播前的大概几天 三天左右 突然之间因为节目的顺序地调动 主持词发生了变化 当时有一段单独采访就交给了我 我本来没有单独采访 因为我还是比较新的主持人 那段单独采访是因为老妈妈 我相信如果现在掉资料片 可能还能看到 我直播的时候我第一句一问 说妈妈你好 打完招呼 我突然间脑海一片空白 我什么也想不起来了 我太可怕了 你知道那个时候机器就对着我 只有我们两个人 我们经常会有这样的 你知道你连旧场的人都没有 而且是春晚的直播 我那个后背 大家可能看不到 我下去一看后背整个湿透 就隔着那么厚的绸缎的衣服 全部透掉 都是冷汗 我当时脑子也觉得 过了好长时间 实际上你要看那个片段的话 是看不出来的 你多长 对 我问完她那句话以后呢 我已空白了以后 我就开始跟她聊天 您身体还好吧 对 您从哪来 然后那个家里怎么样啊 就这样的一些 看似特别随意 好像是让气氛轻松的话题 其实我在想词 在这个过程中 忽然间想起来了 那一次是有惊无险 但是我印象特别地深刻 但是也给了我一个经验 就是主持人 我们也不是神 我们肯定在舞台上 难免会有出错或忘词的时候 那你的临场反应 你有没有一些应对的手段 所以那一次我就知道 其实有很多的手段 是我们主持人体现要准备好的 比如说我去采访一个人的时候 我多了解他的背景资料 我尽可能地多熟悉他 那我其实不怕忘词 因为不管怎么样 我都可以去用我当下的反应 去问出观众所希望知道的 所以我觉得那一次 虽然很惊险 让我学到了不少经验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 三位评审嘉宾他们的感受 首先来听一听 你们应该也算是老的搭档了 多年的春晚和综艺节目 综艺大观当时的合作 我合作过好多次 对 真是合作次数太多了 是吧 它太全面了 能歌善舞 主持不说 人现在是电影 电视 下一步人家当导演了 坚信地预祝你成为最佳导演 导出好的片子来 谢谢 李大姐 在春节网络上经常看到你 主持得非常棒 又演电影 像牛老师说 获得了那么多的奖项 真的真的付出了很多 是综合素养的一个体现 那么再有呢 刚才看您演唱 配上绚丽的舞台灯光 您的那种舞台魅力太强了 美 谢谢老师 海洋 我就觉得特别好 就是我就是看了好几位同行的表演 只有到曹元姐这里边的时候 我觉得我就是有点语无伦次 就是我特别想说一下 我这个青春期时跟曹元老师作品的故事 你在我心里边一直停留的那个印象 还是北京夏天当中的许晴航 我相信对于我们所有的80后当中 来讲内部电视剧对我们影响太大了 发自我内心地讲 我真的希望曹元老师有更多更好的作品 能够给我们这些粉丝 不论是唱歌 演戏 拍电影 拍电视剧 我都永远支持你 我喜欢你 谢谢 完了 好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看和曹元老师同轮竞争的 也是我的同事 周宇的表现如何 周宇 今晚看你的 不知道为了什么 我 愉快乐 我每天都在祈祷 我每天都在祈祷 快赶走爱的寂寞 那天请你对我说 永远地爱着我 千言和万语 随不流过 不知道围绕什么 忧愁它围绕着我 我每天都在祈祷 快赶走爱的寂寞 周宇姐 你最难忘的主持经历是什么 要说最难忘的可能是 刚刚主持的时候 就跟蕾蕾你的经历很像 就是我们一开始都是在做外景 我记得当时做一个 生活类的服务节目 就是旅游节目 介绍祖国的大好河山 那个时候要到桂林去做采访 我第一次就是亲身地去感受攀岩 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攀岩之前 要有一个攀岩墙去练习训练 到那个山底下就要攀岩这个针衫 其实我这个人很恐高 那你当时怎么来克服这个高度 当时没有想太多 就觉得我觉得这很好玩 我只是向上看不往下看 就克服了这个恐惧 但是当时那个从攀岩针衫上 速降下来的时候 有那个教练员在做保险 保险绳 那个速降的过程中 如果自己控制不好 会撞到那个山的墙壁上 所以就是会有这个皮 皮肤的这个腿脚的擦碰 我相信你站在舞台上的这一刻 我们的三位评审嘉宾 还有观众可以感受到 周宇是一个善良和真诚的女孩子 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 三位评审嘉宾 在听过周宇歌声之后 有什么样的感受 首先有请牛群老师 周宇给人家的第一印象 第一感觉就是小酒窝 所以说当出现了一个新歌 名字就叫小酒窝的时候 我一下就想到了周宇 你唱得好 这个我不评价了 刚才张磊已经对你的评价相当高 张磊也是跟文莲一起 深入下基层 次数特别多了 真是主持人的专场 我向今天所有的主持人致敬 谢谢老师 谢谢 海洋 其实我在这儿听牛群老师在说 我有反应说 今天导演到底是因为什么让我来这儿 因为坐到这儿 看这么多前辈和同行的表演 我已经无敌自容了 因为才艺太好了 我觉得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就是我来了 第三是为了保持物种多样性 主持人物种多样性 第二是跟牛群老师来学习一下 关于播音主持的业务方面的知识 作为一个职业的主持人 我看到周宇老师在台上 介绍他的工作和经历的时候 眼睛当中闪烁的是光芒 所以这是每一个主持人去学习的 就像是前辈们经常跟我们说 可不说的废话别说 你要珍惜你话筒说的每一句话 我觉得作为后辈主持人来说 这是值得我学习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如果说刚才曹颖老师唱的歌 能够让观众 比如说像小蕾这样 用四字成语加个微信来形容的话 那么周宇老师的歌 在我心里面是四个字 是想买张专辑 谢谢周宇老师 向您学习 谢谢 那接下来这一轮呢 还是有相当的竞争力的 得分究竟是多少呢 让我们请上两位明星队长 还有和你同轮竞争的 曹颖老师 那究竟呢 谁赢谁输 三位评审嘉宾说了算 首先请为王小蕾战队的 曹颖打分 请亮分 牛群老师 十分 谢谢 李肃丽丽大姐 谢谢 十分 海洋 十分 大满贯 接下来 准备 来看看你们的游戏是什么 叫做你来笔画 我来猜 来倒计时 是两分钟 首先是王小蕾战队 计时开始 好 两个字 第一个是香的反应词 第二个就是一个女的特别的 臭美 臭美 对对 这 自拍 李龙基她媳妇 唐明皇的媳妇 杨贵妃 抹的 抹的 红红 香水 前面有个动词 喷香水 yes 好 就特别特别累 出了一身的 有个成语形容 好 汗流浃背 yes 就是 哪个 哪个 这个对对 这个就是用户联那个来买东西 叫什么 网购 yes 这是之前的一个节目 就是很多我们的同行 然后到这儿跟人 挑战主持人 yes 好 听的这个 耳机 听过吗 yes 中国的第一个男主持人 胖胖的 魏忠祥 不不 不不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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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赵老师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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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嘀咪 手呐 不 喇叭 yes 呆史 芭蕾 还有一个字 八 芭蕾舞 yes 北京啥啥学院 他们的那个 广播 yes 就是敲的那个 这是敲的吗 敲机的那个 不是 电脑那个 键盘 yes 我刚说的键盘之前那俩字 电脑 yes 就是形容你的 什么什么君子好球 淑女 姚条 姚条淑女 好 你们穿的这个 旗袍 高跟鞋 就是鸟叔的那个 七马五 说这个人就喜欢那种 轻的反义词叫什么 重 重什么 重口味 你主持过的 装电视台的特别大的 综艺大观 春节晚会 春节莲欢晚会 就是甜的反义词 甜 好 来 我载音还够快吗 我数不过来 导演告诉我多少个 你上来数数 恭喜 二十个 好 接下来下一对颇有压力 我来比划你来猜吧 好好 好 陆一鸣战队 两分钟倒计时开始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话筒 如果一个人不戴这个 他得戴 隐形眼镜 对 那个山东 快说 还有另一个字 换一个字 外板 对 我们现在站在一个什么上 舞台 那个是谁 那个什么姐姐 月亮 月亮 姐姐 我们到了月亮的出现的时候 那个晚上我们吃什么 晚餐 晚餐 后边 夜宵 翻过来 宵夜 对 夜宵对了 你还要翻过来 翻过来 翻过来 好 男人每天早晨都要 刮胡子 剃须 好 我 现在我在做什么动作 翻书 不 这是一个什么 什么书 什么行为 这是一个 什么改变人生 学习 翻一翻 过过过过 跟赵宗祥搭档的那个 尼平 你看王小蕾 今天晚上整个人的那个状态就是 慵懒 四个字 四个字 表示这个人很不正经 油嘴滑舌 差不多 就是他最后一个那个词是 他经常 最后一个词是指他的 这是什么 油光满面 换一个 对 都差不多 今天晚上我们要通过什么看这个节目 电视 三个字 电视台 电视机 好 主持人一上来就得说一段 开掌白 春节联欢 晚会 春节联欢晚会的那些人都得手里有一个 除了话筒还得有得背下来 手卡 背下来的东西 词 台词 脚本 你自己是什么人 电视人 电视 主持人 主持词 主持词 不是词 后边那是 主持卡 换一个 张灵 又除了主持人又叫什么 主播 对 过 不算 停了 多少个 12个 好 他们20个 来 那很遗憾 在这一轮当中呢 获胜的将是王小蕾战队的曹颖加上三分 所以他获得了本轮启动幸运大赚盘的机会 谢谢 那接下来呢将是他的队员曹颖来抽取自己幸运大奖的时候 三 二 一 加油 加油 四 三 四 三 三 三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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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力反转 是啊 全力反转 真的 真的吗 不是 这样 我来这个节目永远全力反转 为什么 准备了 准备了 接下来来看看周瑜你的意义全力反转 现在幸运归属于周瑜 周瑜加油 来 三二一 快跑 你快转下来了吧 他 来看看 四K电视 全力反转 来看一下 反转 反转 扫 扫地机器人一台 恭喜 恭喜周瑜 那么呢 第三轮呢 已经结束了